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K 歡迎來到郭寶好時光 所謂的一日之際在漁城 早餐是我們一天當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的父親啊 小時候常常帶我就是 一定要先吃完早餐 才會帶我去上課 那因為我是中部人 當我開始來到北部工作的時候 我會發現說 原來我們的蛋餅 居然北部跟中南部會有所的不同 那我有一次啊 我真的非常想念家鄉的 這樣一個古早味蛋餅 開車開了兩個多鐘頭 回到中部去吃完以後 我再回來台北 這不是一個長久之計啊 所以我今天就教大家 怎麼去煮我們的古早味蛋餅 那我們接著 我們要介紹我們的食材 首先啊 我們先幫我們的蔥 切蔥花以後 第一個小秘訣 加上我們的鹽巴 去做一個小按壓的動作 翠綠色的蔥 它有那個葉綠素 按壓的同時 葉綠素 它會有一點小黃掉 所以接著我們可以開始加入 我們些許的沙拉油 可以讓它保持翠綠這樣子 那壓到有一點出汁的時候 將我們的中筋麵粉拿出來 我們就可以過篩了我們的麵粉 讓我們等一下 就過篩完了以後 它的麵糊裡面才不會 整 maturityup 待會吃到一層粉粉的東西 接著我們就可以很大膽的 將我們的素薯粉整個丟下去都沒關係 還有我們的太白粉 接著就是我們的水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攪拌的動作 我們剛剛在壓這些蔥花的時候 我們加一點油 一來可以防止我們的蔥去氧化 二來的話可以讓我們的麵糊 等一下煎出來會脆脆亮亮的 要調到一個濃稠度到什麼程度 就是像我們這樣會有一個流速比較慢的狀況 接著我們要煎我們的麵皮 那我們今天我們會使用的是我們的鍋寶 熔岩的不沾的平底鍋 那它有一個蠻特殊的點 就是它沒有一個錨釘或是螺絲釘的地方 所以我會特別去用它來煎我們的蛋餅 因為我們知道蛋餅皮會有粉漿的東西 比較容易會卡在旁邊 那接著我們先下我們的油 接著我們要倒下我們的粉漿 那我們只要轉中火就可以了 讓它慢慢的把它的表皮煎到有一點微微的金黃色 所以那我要表演你們翻了嗎 好 哇塞 一定要這樣子就對了 就自己不出來 如果你會你還不 還不秀一下 秀那個幹嘛 秀那個翻你實在多三千喔 好那接著我們就要翻鍋囉 哇我們的表皮有沒有酥脆金黃 在邊煎我們的蛋餅皮的同時 我們教大家怎麼去做這樣的一個醬料 那我們這樣一個醬油先倒入甜辣醬 然後去做一個這樣的一個調配 那接著我們的蒜頭可以把它打成蒜籠 那接著我們很多外面都會教大家是說 用我們的生銀水或者是加糖 那很多東西它會比較沒辦法溶解 所以我教大家一個小小的一個小秘訣 我們可以去使用我們的味醂 那我們去攪拌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再加入一點我們的香油 可以提升它這樣的一個香氣 好均勻攪拌了以後 在這裡我都可以聞到一個很古早的一個醬油豆香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好好的品嘗 搭配我們的這樣的一個古早味蛋餅囉 那我們煎好我們的蛋皮以後 我們先把它移到外面來 一樣我們下我們的一點點的油 然後均勻地把我們的蛋去把它做一個攪散的動作 然後把它剝離 再放上我們的蛋皮 去把它緊黏住 靜待我們大概是要5到10秒的時候 我們蛋就可以熟成了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再把它翻過來 去做一個包覆蛋捲的動作 好首先我們對折3分之2 那再來再把它捲起來 輕輕的去做一個按壓的動作 這樣我們接著就可以裝盤囉 來有沒有聽到表皮是酥脆的 那我們的古早味傳統蛋餅就完成囉 你喜歡我今天的料理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我是阿堅師傅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